P 今天的熱炒店招牌菜 厲害了 是什麼 為什麼 紅蘿蔔幹嘛的你知道嗎 顧眼睛的 給兔子吃的 OK 同時也是顧眼睛 所以今天邀約來的來賓 女神等級的 就是養眼的 養眼讓人家看到就是 眼睛微亮 對 所以看他們不用吃紅蘿蔔了 就直接可以養眼 顧把球 沒錯 現在呢 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變成女神 宅男女神 宅男女神 現在的狀況是 女神比宅男還多 所以 有這麼誇張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鎖定在 女神必要的條件大公開 是的 歡迎我們的女神們 耶 還有我們今天兩位來看戲的 看戲的 對 他們要來評論女神 順便說說他們對女神的看法 不過講到女神 因為Melody也是很多人的女神 怎麼好意思 也是我心中的女神 唉唷 妳講話這樣子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妳以前追求的熱烈狀況 從今瘋狂到什麼程度 唉唷 這不好說 說看看吧 我好像不知道 沈年往事了 但是我是有一些人在追的啦 有人會那個瘋狂寫信給妳的那一種嗎 有瘋狂寫信啊 送花啊 然後就是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啦 咬咬咬 還不錯啦 我也有 揮揮揮揮揮揮揮什麼東西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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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恐怖 而且每個月都會連季舞風 而且都固定那個時間 然後呢 每隔一天那個血色越來越淡 好啦 我們幾位女神 這個都是真金白銀 真嗆嗆淡的女神 不是開玩笑的 對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些女神呢 因為要成為女神 不能光說不戀 不能人家瘋狂 什麼是女神 自己瘋自己 那一定是有剛剛像我Women的底的 這些光光危機 先從這個薇如的開始 我跟你說我現在敢坐在這裡 素顏 我跟著女神了 真的假的 妳真的超好的 素顏女神 還跟得出來嗎 妳現在是素顏的狀態 對 我現在素顏的狀態 太美了吧 狀況太好了 送一個通告是延遲是不是 對 趕時間 趕過來 妳怎麼會話出來 妳怎麼不會想說她是碎過頭 好 敬業要敬業 我要講一下今天呢 就是要來講說以前的風光偉業 因為以前真的已經年輕過 好 厲害了 來 什麼 一句玩笑話怎麼樣 玩笑話到底怎麼樣 立刻香港飛台灣 哇 就是在香港 要追你的男生是這樣子嗎 對 然後呢 就是那時候就是有香港的朋友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還不知道他想要追我 然後呢 那時候我們就可能 就是早上還在聊天 然後還在就續航問暖一下 還問什麼早安啊 什麼之類的 他就說 欸 你晚上想吃什麼 我就說 晚上我今天可能想要吃 就是麻辣鍋之類的 然後他就說 是喔 那你想吃哪一間 我就說 可能哪一間名字 對 我就告訴他了 他說 喔 他說 那這樣子 那如果說 那你晚上會不會有人要約你吃飯 我說 目前還沒有什麼 然後那時候就是閒聊什麼之類的 結果後來沒想到中午的時候 就是到中午快下午那個時間 他就開始又傳訊息問我 他就問我說 欸 就是你確定晚上沒有事情對不對 我說 喔 我晚上沒有事情 可能就待在家裡吧 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好喔 好喔 那如果我等一下出現的話 你會怎麼樣 我說 等一下出現 他在香港 好浪漫喔 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 等一下就出現 因為已經下午了 怎麼可能 他是騎水上摩托車啊 不是 要坐飛機啦 騎海豚上 就下午可能他大概就是晚上這樣 對 然後後來他真的那時候 其實人就已經在機場了 已經要準備搭飛機過來了 然後搭飛機其實就一個多小時而已嘛 然後到了台灣 再過來也是大概三四十分鐘而已 所以後來他晚上真的就出現 然後他就開始拍那個 就是台北的街頭給我看 他傳給我 我說 欸 這是台灣嗎 我說 你現在在哪裡 因為我真的嚇到了 你知道嗎 他說 你在台灣嗎 他說 對 他在台灣啊 我說 蛤 你真的在台灣 他說 等一下七點半 等一下餐廳見 哇 對 然後就真的 然後他也訂好了 對 他就訂好了 這個後來有成功吧 你應該有交往一陣子吧 對啊 後來 後來沒有 他說 後來沒有 長得太醜 不是啊 就是因為遠距離嘛 那時候 對啊 遠距離 對啊 那我們再問一下這個浦欣 浦欣 浦欣農場的老闆娘 沒有 不是啦 那個字不一樣 妳有什麼驚人刺激 我的就是 是連新聞都認證過的 我以前 新聞 對 各大媒體都報導過 我以前曾經是 中學生女生 就是代表喜歡我 都是年輕人 可能國中高中生這樣子 對 所以我有一個 非常厲害的事蹟就是 那時候 我只要在我的Facebook 只要PO四個字 半天內上萬 就會有很多粉絲會把我按 有圖為證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只是隨便打一個心情 就是下雨天啊 那個 有一個人的符號 走在雨中這種感覺 對 然後就會有非常多 兩萬 而且連照片都沒有耶 對 而且他就是很無聊的那幾個字 對 我只可以隨便分享 我需要錢 你看 嘻嘻哈哈就有兩萬個人啊 嘻嘻哈哈就兩萬九 怎麼會有這種魅力 而且這裡是被證書 新聞認證過是中學女神 真的嗎 是 我從很久之前就follow你 我從妳就是剛開始在講法那時候 我就已經是妳的狂吹 男女同事 男女同事 對啊 他本身也是我的女神啊 他是我的女神 他要紀念了 補欣就是這樣 補欣是男生喜歡 女生也喜歡 對 他有這種特質在 魅力 但是前面這兩位講得頭頭是道 旁邊那一位呢 平平翻白眼 哈哈哈哈 搶搶厲害了 她是女朋友在想說 女神屁 女神跟我比 也不看看誰坐在你們旁邊 對啊 我跟你怎麼說 我的眼 只要你有眼睛就看得出來我是女神 而且我是女神這些事情 講得不是成年往事 欸 我講的都是right now 哎唷 不得了啦 開什麼玩笑 對 跟妳講我的戰機啊 對啊 我是國外知名DJ 讓我各國跑趴都免費 而且我是百大DJ殺手 我是百大DJ殺手 因為呢 就像上個禮拜 台灣舉辦那種 大的Rave Party 然後呢 我又可以拿到Backstage 哦不好意思 我每次都可以到Backstage去 後台 我也不願意啊 然後呢 到Backstage去呢 當然會有很多DJ在後面嘛 然後那個DJ就 我也沒跟他講話 我就坐在那 那DJ過來跟我說 其實我昨天就看到你了 而且我Follow你兩年了 那荷蘭的百大 不知道幾名啊啊 我忘記了 反正他就是在我旁邊 直接跟我說 自己過來找 坐在我旁邊 然後說我Follow你兩年了 可是你never reply 然後呢 我說啊 沒關係 我現在開始會reply你 因為我看到你真人了 因為他也蠻高的啊 190幾公分 很小鮮肉 24歲 這個人就帶著我去他的After 然後呢 還有過幾天的行程都帶著我 可是後來我就覺得啊 就認識完就OK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的話 我就殺到一個 然後還有最厲害的是 其實呢 我殺到一個 是全球 我現在講出名字給人 大家都一定知道 但是我不能說 他在台灣表演 然後他就text我說 其實他的表演我有去 然後他After之後 他問我說 你想去哪 After 我說 其實那時候我有男朋友的 那時候我是有男朋友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想要After 我只想就是回家了 但是我想說DJ text我 不回他 好像不好意思 我想說 那隨便掰一個夜店吧 他說好 我就為你開在那間夜店 After 哇 那間夜店大轟動 你知道那間排隊排滿了人 然後DJ說 我已經為你開了After在這 你怎麼還不來啊 然後呢 重點是他就跟我開那間After之後 哇 我弄到大概兩三點 我都還不去 其實夜間四五點就關門了嘛 兩三點 然後他真的沒辦法一直text我 好我就去了 我臉妝都花了 我就硬去 然後穿著長褲就去了 之後呢 我就看到DJ了 DJ他一 就玩完 玩那個DJ盤 看到我一眼 哇 你知道後面女生大家大尖叫 看到我一眼 直接把所有女生推開來 向我走來 然後手上拿一瓶上面 直接給我 他說我等你等很久了 所以我這件事情是 有在走跳的人都知道 他們都有目共睹 我們來聽 我們來聽比較正常的 我們來聽比較正常的 來 小葉 正式的寶貝一出場就是 地片殺手 Oh my gosh 對 我可以讓他們爆卡 就是他們只要看到我 他們記憶卡就會立刻就是 就幾百張幾百張的拍 然後之前一起工作 可能有一群就是model一起 但是他們都會只拍我 然後我照片都出得比比人還要多 還要快 也因為他們就是很喜歡我 所以會邀請我到日本啊 或者是新加坡 然後香港去拍攝 然後他們對我超級好 帶我去吃一些甜點啊 然後就是住的地方 我也覺得就是 真的很很棒 因為我是覺得我很感恩 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們覺得我是 天生身材好 然後就是好拍 對 上相 對 所以他們就是有一些作品 希望可以跟我合作 然後我也很樂意跟他們合作 所以我很開心 然後很榮幸 那我們聽完這四位的 這個豐功偉業呢 我們要來看看我們統計了網友們 他們的意見調查 就是說 女神條件要具備什麼樣的 總共有八項 八項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男生來賓 看你們的心中的女神條件 你會不會符合我們這裡面排行榜的 對 那我們請這個三豐先講 我覺得就是 如果可以成為我心目中的女神 第一個她必須 有她自己的事情要做 就是有自己的夢想 有自己的夢想要追尋 有一些女生 她就是 她的一生中的目標 就是黏在一個男人身邊 那一種我完全沒有辦法 男娜 小小女人 是男娜 以男人為主啦 對 她就是 好不容易交到一個男朋友 她就把男朋友當成天 這樣子 所有的朋友都斷掉 所有朋友都斷掉 但是我反而很怕這樣的女生 有些男生會覺得說 你有被黏過嗎 就你不喜歡被黏 有被黏過 你是自己踩到那個黏鼠板 不是 踩到大便很難清這樣子 你有被黏過 有 那通常就是 我覺得比較可怕的地方是 她除了要黏你之外 她還沒有辦法 體貼你的工作性質 對 像我們的工作有時候是 大家在放假 節慶 然後節日 我們反而得工作 對 但是她們那個時候 反而可能是因為上班族的關係 她們有嫁 那她們就會說 無力群喔 對 為什麼你都不能陪我 為什麼大家都在那個情人節 大家都來跨年看煙火 然後你在那邊就是 有你的工作要幹嘛的 那那種我就真的完全沒辦法 有一些女生真的是應該要 真的是太黏了 所以女人 女神應該有自己的這個 生活跟夢想 來我們來看 有 在排行榜上第八條 就第八條 對 你講中一個了 然後其實我自己對女神的定義 有一套標準 然後我覺得 女生呢就是要那種 笑口常開 因為我之前有教過一個女生 就是她臉就是會 不臭 不自覺的她會很臭 然後可能你了解她 你就覺得她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就是 可能你帶她跟朋友出去吃飯 或是回家裡跟家人吃飯 或是出去幹嘛 然後這就是 臭皮 然後你身邊的朋友都會覺得 她實在不開心嗎 有些人長得就是這樣子 對 我之前認識那個女生 她真的長得臉很臭 那有時候也是那個 不是 長相那樣我覺得無所謂 但是親和力是需要的 對 後來 因為大家見面 有時候女生呢 就 她就好像幽靈一樣 就躲在 躲在男生的後面 對 這個也很煩 可是我覺得那是 連招呼都不打 可是我覺得那是 一個人的個性的關係 她可能就是 她很天生就是這樣子 男生丟臉你知道嗎 對啊 你就覺得很丟臉 然後後來我就是 帶不出去 後來就是 就是交另外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就是那種笑口常開 那種 然後嘴巴很甜 然後跟朋友也是到打招呼那種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笑容它不僅是可以 影響到身邊所有人 然後也會讓自己的運氣變好 或者是讓自己的心情更開 你一個人笑 全世界跟著你一起笑 對 你一個哭 就是哭 你一個在哭 真的 對啊 這是女神必備的條件 有 第三條 我覺得要成為女神 可能還需要理性 不可以只有感性 女孩子呢 男生很喜歡 女孩子撒嬌 對 或是有些小鼻子 可是適合兒子 對 但是那個是情 小任性 那個是情趣 是情調 不能真的發瘋 如果真的發瘋 那後果還滿嚴重的 對啊 我曾經就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遇到警察來敲門 蛤 為什麼 對 我跟我那個時候 女朋友就是 雖然心鬆 誰敲門打開 管區的 對 然後我說 對不起 我們有什麼事情 什麼問題 他說你們樓下的鄰居有報案 我說樓下鄰居有報案 發生大事 對 那因為我們住高樓層 那我說是哪一層鄰居報案 他說一樓鄰居報案 我說我們其實那個 相隔其實挺遠的 對啊 對 我們 我們是吵鬧 影響到他們嗎 也不可能 因為是白天了 對 大清城的 然後那個警察呢 才從手上拿出一袋那個垃圾 塑膠袋 然後我一看 氣濕嗎 裡面是一顆魚頭 很多日本女生都會來台灣嘛 然後也是講話不標準 然後那時候對於我們來講 就覺得講話不標準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愛學日本人講話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賴蜚語 好笑喔 怎麼學那麼笑 我來自日本 我不會學中文 你看你的臉笑這麼開心 我喜歡 玉琳哥 好笑喔 好笑喔 我一看到那一袋那個魚頭 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了 因為前一天晚上呢 我的女朋友 叫我帶宵夜回家 他說他要吃麻辣鍋 可是我騙尋不著那一鍋 就是他指定了麻辣鍋 所以我就買了一鍋沙鍋魚頭 那也差太多了吧 對 但是我跟他說 OK 沙鍋魚頭 至少都是口味稍微比較重一點的 我們還是可以當宵夜來吃嘛 而且我是 我是因為買不到你要的 所以我才退而求其次 那我覺得一般女生呢 她可能埋怨啊什麼 我覺得都OK 或者是樂於接受 結果這個女生呢 她是 直接把那一鍋 砂鍋魚頭 就往窗外一扔 這太任性了 她就往窗外一扔 她就筆直的往下掉 剛好我家一樓鄰居是有一個 玻璃屋花園的溫室 它就砸破了玻璃 掉進了花園裡面 這個太嚴重了 魚頭真的還滿硬的 而且重力加速度很高對不對 第二天早上鄰居要嬌花的時候 突然 嚇死人 然後天氣 下一顆魚頭 魚頭睜開眼睛 魚頭好吃嗎 好 來 我們來看 要有理智 理性的 具備聰明理智的女孩 Q要高啦 Q要高 Q要高 就是說男人對女神的要求 就是你也不能在那邊 加聲加氣的 就是還是必須要具備理性 當然這個丟砂鍋魚頭在窗外 真的有一點點失去 搞到環球都來了 恐怖情人的感覺 丟臉 我覺得女生還有另外一個具備 就是女神必須具備的條件 就是 一定要留長頭髮 一定要長頭髮 長頭髮 長頭髮的女生就是 長頭髮的女生 沒有韋汝是短髒長髮 強強啊 長頭髮 強啊 長頭髮 所以為什麼男生很迷戀長頭髮 長頭髮就是可以很多 因為它不像短頭髮 短頭髮的時候你看到這女生就會覺得 這女生千篇一律就是 甜美可愛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長頭髮的女生 她們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她們可以剝她們的頭髮 然後再搖一下 就像妳這樣 我們也可以剝啊 我這個頭髮沒有很長 我也要 剝起來有點虛 可是我說的 我說的短頭髮是那種 就是可能到 就是這種 學生頭那種 對 像什麼 你講的是很短的頭髮 對 一定要有一點長度 可是這個長頭髮沒有上榜 沒有上榜 沒有 大家可以配 騙巡不著 沒有 太好了 而且整個這樣子 這幾道現在聽下來 Mountain醬都比較是內涵類的 要理性啊 對啊 然後要 希望你都打講一些外表的事情 要有自己的生活 要有自己的理想跟追求 你怎麼好像都滿肉依的 不是 因為我們今天是主題 其實主題不是什麼 紅蘿蔔燉肉 不是眼睛直覺嗎 你好像比較膚淺 我膚淺嗎 氣好 我想說 你真的膚淺 沒有啦 我是要講說 就是女生的外表 你好像都是比較看皮像那一類的 不是 因為我們見到一個女生 當然第一眼印象就是她的外表 哪有啊 你看她的內在 哪有啊 你在問Mountain 人家講的一定有這步驟 真的嗎 Mountain醬要救我一下 我希望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是有女人味的 那其實女人味 你說會不會扯到肉欲 其實我覺得會 那女人味的定義是什麼 女人味對我來說 我的定義就是 那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先講皮像 肉欲那方面 身材 可能就是身材 可能就是這個 腿啊什麼的 腿 可能就是蕾絲內衣 可能就是網襪 可能就是掉襪 褲子 剛剛還真的 對啊 你看吧 因為這些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的東西 我們男生會去 忍不住的去追求 你也可以有啊 沒有啦 穿她身上不一樣 對啊 你也可以自己穿啊 你也可以去龍舞啊 對啊 不是 這是因為我們喜歡欣賞 但是男生會忍不住去看 就是有事業線的女生 就是如果沒有把你眼睛遮住 你的眼睛真的會往那邊飄 那個是女人味的一種 但是有另外一種女人味 一樣是男生沒有的 譬如說最近 我兒子長大了 現在小學四年級 然後他開始呢 跟女生的互動 會去掀人家裙子的對不對 對 然後會去弄女生的頭髮 小男生最喜歡弄啊 一直弄就是掐他 弄他就讓他注意 小朋友的天性就是會玩鬧 可是我兒子已經長大到一種 你不能把他只是當 單純當作開玩笑了 所以我老婆 那個要好好的管教 對 譬如說我會 我還會叫我兒子女兒 去收他們自己曬好的衣服 對 對 然後呢 我就是讓他們兩個 自己去做衣服的分類 對 然後我就會聽見我女兒說 爸爸 哥哥又都穿媽媽內衣了 我說 爸爸 蛤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已經 就是嬉鬧啦 嬉鬧 他現在小時候會穿媽媽內衣 長大就會偷隔壁阿姨的內衣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我跟女人味這件事情 就開始有區別了 因為我老婆就會說 你先講 對 然後我就看著我兒子 我就開始 你這樣子以後就是性變態 以後你就會變成性侵犯 好恐怖喔 以後你不討論尊重女生 你該怎麼辦 你會被抓去關 你知道嗎 然後我兒子就是 會不會再嚴重一點 就 不是 因為 因為男生處理的 他想教他男女有別 對 男生的處理方式 然後後來換我太太出馬之後 我才發現說 她其實對同一件事情 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就是女人味 比較柔軟 對 像我太太就會說 你這樣子不可以 要從小就要懂得尊重女生 對 然後呢 如果你遇到你喜歡的女生 你用這種方式 別人是不會喜歡你的 你知道嗎 不然以後你就 這樣子 幹嘛 你兒子的爸爸是我 不是 就是我太太 我太太會用她的方式 去跟小朋友溝通 比較柔軟 比較溫柔 這也是一種女人味 其實一般男生是做不到 那那個對我來說就是女人味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女人味 有沒有女人味 有沒有在保證 好像有喔 蛤 第一名 第一名 就是有女人味 因為他們有男生沒有的東西 是 我要講的 來一點內涵一點 來一點內涵 內涵 內心深處 這個好像也滿直接的 你講他看是什麼 就是 白皮膚啦 你是不是叫白皮膚 不是要膚淺 他直接給你最膚淺的 哪有膚淺 連皮膚都來 這是古代人說的 古代人說一白可以遮三丑 但我覺得 那這前提是醜啊 如果不醜幹嘛遮啊 你看 對啊 那是種族氣勢吧 對啊 不是每個人 不過你黑還可以漂亮 還要真的 美人好嗎 說真的 以東方女性而言 如果皮膚白 你是不是就可以 幾乎百分之百肯定 她是全身都白 對 對不對 可是像牆牆啊 或是小月這樣子 他們 我們現在看得到的皮膚 是 是黑色的 深色的 那你就會想 不曉得中間端會不會是白的 你知道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是 拆禮物啊 坦誠相見 拆禮物的時候 就會有斑馬的感覺 我還滿受不了女生 比方說 黑對不對 然後 脫掉衣服的時候 怎麼 沒有曬到太陽 有曬的痕跡 然後變成雙層雪糕這樣子 看起來是真的滿怪的 會有一點 對我們來說視覺會有落差 可是你知道在國外 在國外的男生跟女人 他們認為性感就是像他們這樣子的 平衡小麥色 很健康的 可是那條全身都是 沒有 所以就是穿丁字褲跟衣服 有 有些人會覺得那筆記線很性感 對 那我自己是全身都進那個機器曬 我很想救這個 你是進機器曬的 那那個是全身都是居宇的 那你本身是白的嗎 我本身是黑底的 我說是黑底 但我覺得你最近變得有點白 管我 不是 因為他都白 因為學校 為什麼要擁護人家 有沒有 剛才說你是他女神 影響 我剛才想問到說 你在那個機器裡面 有沒有倒立過來賽 這樣子全身才會多 那個需要倒立嗎 我們來看一下白 皮膚白細到底有沒有 成為女神那條 有啦 第七條 真的每個男生都一定覺得 女神一定要板 我們板子還剩下三個 三條還沒有撕開 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這三條會是什麼 那這樣男生講完換女神講 也許女神就會命中 我們這三條沒有揭曉的 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女神就是要有那種 氣質 對 然後那種氣質可能就是 不只是你是那種語言能力很好 或者是說你會一點才藝 彈琴等等的 這些氣質都對你來說會加分 尤其像我最近最喜歡的一個 女神就是朗朗的老婆 我知道她的老婆很漂亮 對 身材 可是她身材那麼好 又會彈一首好鋼琴 對 氣質又好 又會無中語言 然後眼睛很大 又白又混血兒 哇塞 就是極具所有的那個美感於一身的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女神 這一點我滿認同的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 就因為小時候是音樂班 然後小時候看那個音樂老師 也都是那種很有氣質 然後長頭髮 然後穿一個白色的襯衫 然後就是耳如木然之下 你就會覺得女神 就是女神的條件 就是必須要有氣質 對 這有內涵了吧 就是因為從 但有氣質會在排行榜裡面嗎 應該有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一個女孩子的氣質 滿重要的 來 第二條 氣質決定一切 有了中了 來 我們來問這個蒲昕 好 我自己覺得女神的條件 應該是 賢慧 然後會下廚 喔 因為我自己之前教過 下廚 對 會煮飯 做餐那種 因為我之前自己教過一任的男朋友 他是屬於比較有點大男人的 所以他就是希望女生 可以像小女人一樣在家 可能可以服侍他或幹嘛的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還有這種人啊 對 可是那是幾年前的男朋友啦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OK 好 因為我自己其實算是 有一點生活白癡 就是我平常不太 在家也不會煮飯這樣子 我想說那算了 因為既然他喜歡 那我就為他改變看看 所以呢 我就上網去查那個食譜 就是怎麼做菜炒 然後我就嘗試過 就是有做一個便當給他吃 就讓他帶去上班這樣 結果後來發現 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炒的 也沒有很好吃 所以他當然當下有開心一下下 但是久了之後好像就覺得 這招好像也沒有到非常管用 因為我覺得好像可能 是我自己做的沒有很好吃 但是我就想說 會不會其實 如果我做的很好吃 做飯很好吃 男生會覺得很幸福啊 或是覺得這個女生很賢慧之類的 千萬不要這樣想 他會變胖 他會變很胖 這也在折磨自己 因為 女神不會跟廚房畫上等號 對啊 那個油煙 一上身以後怎麼女神的起來 女神變女優 對 就變女神經病了 真的 也沒有到神經病啦 好 來 強 強強 強強 你覺得 好 我是覺得女神 他就應該要保有自己的樣子 我覺得 女神就是你要保持自己的樣子 不是為任何人變成她那個樣子 或是為這個社會 而變成這個社會喜歡的樣子 你要保有自己 你要始終如一 我覺得女孩子有時候 調整自己的臉 小小微調 OK 不要整個臉就整到 現在人喜歡什麼樣子 或是人家喜歡什麼樣子 就變成那個樣子 我不能接受 我看過這樣子 就是他本來嫁給這個人 他好好的有自己的樣子 Be yourself 然後過幾年你再看一次 Oh my God 怎麼變了一個人 而且他說他先生喜歡 對 我不懂為什麼 你不可以為任何男人 去為成為他那個樣子 因為這個 你要保持自己原本的樣子 而且其實有些女生 他整到後來是 他那個把一個鼻子 整個十次 下巴要換個十次 他整個人已經失去自我了 失去自己 對 不能失去自己 你覺得是不是 我覺得不能 我覺得就是女生一定要做自己 一定要保有自己 對 那樣太不OK了 我覺得保有自己的個性 保有自己原本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 你微調一些東西 我覺得OK 但是你一定要保有自己 原生的樣子 我才是覺得這才是真女生 真性情 強強這個講得好 這個講得好 不做作 然後做自己 這個在排行榜裡面會有嗎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 應該有 我覺得 坦率不做作 其實我覺得強強就是這個的代表 就是這個的女生 對 強強就不做作 以前年代要求的女生 要假扮一點 現在這幾年的潮流 就是說 做妳自己就好 對啊 不要在那邊假鬼假怪 不要 你那麼累幹嘛 人生就這一次 那麼累幹嘛 因為有點喜歡妳 就有人討厭妳 那麼累幹嘛 他們是誰啊 他們 對呀 OK 你怎麼感覺 講什麼話都槍在罵我 來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第六條是什麼呢 剩下的 剩下的就是 四可兒子的撒嬌裝可愛 這個好像也滿重要的 撒嬌裝可愛 那為什麼還要加一個四可兒子 不能一直裝可愛撒嬌 太噁了 你如果有個人每天用疊音跟你講話 你受得了嗎 說真的 我還滿吃這一套的 真的啊 原來如此 對啊 怎麼會呢 Mountain哥 你吃這一套嗎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覺得偶爾聽會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如果天天聽的話 我會覺得自己好像幼稚園學生 我瘋瘋 因為幼稚園老師也是這樣 然後肚子餓餓 帶我去吃飯飯 你們覺得呢 女生要撒嬌嗎 我覺得 需要撒嬌 但是就是要看情況撒嬌 就像這個說的一樣 就視可兒子 是那個撒嬌第一名的 我沒有 那你自己講一次 你的名字給大家聽 我不會 我真的很不會撒嬌耶 我是賴賴賴 但是我真的曾經 我曾經因為那種學生時期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很流行 像夜韻儀嗎 然後他們不是會講說什麼 我是夜韻儀 我是教誰 就是講話不清楚對不對 那時候很吃這一套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那時候就是 還有很多日本女性都會來台灣 然後也是講話不標準 然後那時候對於我們來講 就覺得講話不標準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很愛學日本人講話 我日本人講話好可愛 大家好 我是酒井法子 對 就是這樣 大家好 我是賴賴賴賴賴 好笑 我來自日本 我不會修中文 你看你的臉上 我喜歡 我喜歡 玉琳哥 好開心 我另外一個成功的法寶就是我覺得 我在用東西上就是 其實我的內心也是很少女的 妳也有法寶 對 我的法寶就是 要幹嘛 我還滿 小糖果 今天如果跟男生出去約會呢 戴這種口齒 可以讓口齒比較清新的小法寶 妳吃完給他吻 不要啦 這個有點 人家才20歲 你不要在那邊 大一下跟幾歲有什麼關係 人家跟幾歲有什麼關係 是一點熱炒店 我不會修中文 你看你們臉修中文 我喜歡 我喜歡 玉琳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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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問問在座的女神們 你們為了要成為女神 你們還做了什麼樣子的準備 或是練習 這是必勝的法寶 對 我跟你們講就是 為了成為女神 我有兩個法寶 但是一個是失敗的 一個是成功的 失敗的是就是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台灣普遍的男生都是怕我 就是不太 我對台灣男生的魅力沒那麼大 對國外男生比較喜歡我 但是呢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呢 真的都只能帶來台灣 所以呢 我只能把台灣男生 不然把誰啊 但是那 就是我發現 我對台灣的魅力真的沒那麼強 所以呢我就 前陣子喜歡一個男生 我就上那個什麼Youtube上面 不是有 我就覺得好像他好像這樣 沒有那麼喜歡我 我就上那個Youtube上面 教你什麼成為女神 如何讓女神未爆表什麼的 他教你一些小撇步 我還真的去給他學 妳也回去看那一種 我唯不得已 怎麼只要這個地步 我屁不得已啊 然後我還 我還上網 他還叫我什麼 買食堂課繳什麼三千塊 我還真的 你真的買啦 我還真的繳了 這是現實韓宿課程耶 他教你別音 沒有 他教我其他的 他教我說 你要跟男生出去的時候呢 你要不定時就是 觸碰他的身體 讓他會有點 觸碰你的感覺 然後你有時候講話要刺激他的眼睛 這個很細粉吧 但是他又教我了一個 他說 你要時不時 讓男生覺得你很強手 然後例如說 你現在坐計程車 跟他約會的時候 你坐計程車要去找他 你下次的時候跟他說 天啊 他健身剛剛覺得很漂亮 剛剛跟我要我的電話 好害怕喔 對 之類 真的做給那個男的看 你覺得你都不用演啊 你完全不用演啊 他還跟我說 我完全做給那個男的看 他完了沒有反應 所以他覺得這個課程 什麼 還跟我說什麼女人未報表 你只要做 按照他幾個方式 你可以知道 拔到你心目中的男生 你男生會按你的飯 你要如何回簡訊 你要如何回簡訊 你要如何 你要如何在某個 某個時刻去敲他 勾動他的心弦 我快照著他一步一步做話 我就覺得 我全部都 哈哈哈哈 好可憐 可是我可以想講很好 你做自己 做自己 是嗎 你隔層的痛苦 我後來覺得這全都是放屁 這全都是狗屁 那你的法寶是什麼 你應該有法寶吧 我真正的法寶其實是這一罐香水 他會喜歡香水 好奢華啊 我跟你說 我的東西都很奢華 男生就喜歡聞到一些特別的味道 我這瓶香水它其實是 因為我東西都滿中性的 但這瓶香水它其實是有 它是展南香 你看你有放衣蘭 所以你只要一噴的時候呢 你會提高任何人對你的注意力 然後呢 你噴看看 幫她看看 她說她裡面放了什麼 衣蘭 衣蘭 衣蘭就是一種 有吹琴的效果 但他其實很濃烈喔 而且呢 他這一瓶我跟大家講一下 他這一瓶就是 喜歡的明星都是那種很性感的人 例如就是那個金剛狼 修傑克曼 他不是幫他代言喔 他真的馬一瓶放在他自己的包包裡 所以他這個是 你只要一喜歡到的這個 哇 你去聞看看 你去 趕快去 趕快去 你這個肉欲的 你趕快去 它這個是有 它有皮革味 所以這是男生香水的 對 中性的 中性香水 一種我會噴的 所以男女聞到 再噴一次給玉琳哥聞 男女聞到都會那個嗎 但是我不想迷惑你耶 我想被你迷惑 不是 對 還敢噴我香水 對 你噴她眼睛啊 仿然泡物器吧 你這個很可怕耶 你怎麼有彈香味啊 這個有木質香 你懂不懂啊 有皮革香在裡面 討厭耶 真的好像是被脫一下 好好 所以噴了這個之後 男生就會著迷 對 而且因為它 真的就是 因為它的這個味道 它可以到隔天 你都不用洗澡 你隔天起來 你可以住男生家裡面 起來的時候 那味道會變成皮革木質味 會更香 你會讓一整天24小時 差不多24小時 有不同階段的香味 在香嘴裡面 都有一些那個 催情的肺洛膜 是 依然啦 不是肺洛膜啦 哪有那麼低俗 依然 那要經過血稅嗎 好 走開啦 很煩耶 好 補星 補星有什麼發暴 補星 補星 好 我曾經要提 好 我要有一個成功 跟一個失敗的 那我失敗的事就是 就是因為我自己的那個 形象帶給人家 就是覺得比較可愛 清新一點 因為我個子也比較嬌小 有 對 然後我後來 因為我以前就是打扮的 會比較可愛 但是後來我就想說 因為現在也二十幾歲了 我想說那我就換個路線好了 很小 你怎麼了 沒有 你面前 沒有 我是說 16 17歲的時候 我OK 我內心就是一個少女 必須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來改變一下 自己的穿衣路線 或是風格好了 所以我後來就是有嘗試過 就是穿比較微成熟 或是就是比較知性一點的 那種樣子的那種裝扮 結果發現好像其實會造成 有一點點反效果 因為我覺得會喜歡我的 會喜歡我的男生 可能就是喜歡那種 可愛啊 嬌小 嬰細的啊 對 就比較萌細的那種感覺 但如果我今天突然換個路線 他可能就會覺得 那好像有點不像我自己了 對 所以就是像強強說的 就是他覺得 就是不要為了別人去改變自己 就是還是要找適合自己的樣子 因為如果你穿成像他那樣的話 就覺得 對 不行 失去自己了 對 就是不太適合我 對 但是我 所以我另外一個成功的法寶 就是我覺得 我在用東西上就是 其實我的內心也是很少女的 妳也有法寶 對 我的法寶就是 她幹嘛 我還滿 小糖果 但是它是可以維持你的口氣清新 裡面有依然的成分嗎 為什麼啦 沒有 因為我是很注重外表跟一些禮貌上的人 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跟男生出去約會呢 戴這種口齒 可以讓口氣比較清新的小法寶會 笑到肚子都 比較高得起來 你看這 這顯然兩位女生大不同 一個是有催情的香水 對 一個是戴那個口齒清新的 對 那妳吃看看 而且重點是這個 Monten想要聞妳的那個 沒有…我可以現場給大家吃 她剛剛Cue我說她想去聞 對不對 就是一種糖果 妳兒沒有在吃嗎 因為她說可以口氣清新 對 但是我可以分散 讓阿田哥吃一顆 沒有 妳吃完給她聞 不用啦 這也有點 人家看二十四 妳不要跟妳面前 她愛一下跟脊椎有什麼關係 發一個氣好不好 妳會頭頭胎什麼的 那個最後口氣 心病 不是 不是 因為剛剛巧巧那個香水 有試噴給我們聞 對… 所以如果說 我要介紹口氣清新 是不是我們也要聞一聞 不是 你們要看她這個很可愛 她不… 妳趕快吃 妳拿一個拿也不吃 大家吃一下 她是愛心的耶 好可愛喔 她這個上面是愛心的形狀 而且她上面還有什麼kiss 什麼之類的英文字 我剛剛是hut 真的喔 對啦 妳仔細 超可愛 還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暗示嘛 就是要有一點小暗示啊 有啦 這個是可愛的法寶啦 對啊 她不想哈氣 但妳吃了妳哈氣給她 她有沒有口氣芬芳 來 過去… 這有福令耶 這有福令的 我跟你說 沒關係 先不用 妳是把它當毒蛇喔 那吃下去 30分鐘之後才會有效 我已經知道 它就是水蜜桃口味 水蜜桃很可愛 對 會有水蜜桃的味道 那妳建立廠商 為什麼我裡面 連不加強強那個衣蘭的 她怎麼能吹琴 不要吵我衣蘭了啦 不是 因為有時候 很多的其實都吵了 對不對 真的 真的 你看 妳長得那麼低俗 當我們的嘴巴能吹琴的時候 那不是更有感覺 對啊 加一個這麼可愛的東西 來 噴妳的 來 噴妳的 你消消毒 如果嘴巴會有衣蘭香 那不得了耶 那毛起來 對 不得了 好不得了 來 等官都喝下去 來 我都不給妳算錢 你等官都喝下去 不用 先不要 先不要 薇如有什麼法寶 有什麼這個 女神必要的法寶 對 因為我覺得 女生還有一點就是 每次跟男生約會的時候 常常就會 你知道 讓男生等太久 然後就造成男生不高興 然後夫妻失和 然後或者是男女朋友 然後吵架 然後導致於分手 薇如 你講這個真的是 很多人都有共鳴 尤其是 那個夫妻有沒有 好 九點要出門 那老婆八點也就起床了 可是 化妝超沒效率的 東弄西弄 你還不能怪她 為什麼呢 因為她說 那老婆八點也就起床了 可是 化妝超沒效率的 東弄西弄 你還不能怪她 為什麼呢 因為她說 她說她是為了讓你有面子 好啦 等到出門九點半 然後約妳的朋友呢 人家 受不了 不耐煩 人家走了 事後跟夫妻 要吵架 就大吵架這樣 會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一個東西 可以拯救夫妻失和 男女朋友吵架的問題 那就是這一瓶 來自韓國 為粉底氣墊霜 喔 而且她跟本本的那個氣墊霜 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 你看看她的設計非常的特別 她是用那種 Pump的設計有沒有 然後她輕輕的按一下 她這樣擠出來 她這樣擠出來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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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擠出來有沒有 就是你用一次的量 然後非常的好 而且重點是因為她擠出來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乾淨 那這個是什麼 是像素顏霜這樣子嗎 對 它是素顏霜 但是它就是更厲害的素顏霜 因為像它的擦上去 就是可以讓皮膚更白皙 然後亮麗之外 也不會堵塞毛孔 對 然後也不會長痘痘 那我先給大家示範一下 你看比如說試在手上 有沒有 你看它的質地 粉粉白白的 對 它的質地 真的耶 輕輕一擦 非常好推有沒有 牛奶般的光澤 對 有沒有很美 你看看 而且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是不挑膚色的 小燕跟小燕塗一下 它們最有代表性 它是完全不挑膚色 是可以矯正膚色的 所以像我平常出門的時候 真的只要三十秒鐘 就可以 三十秒鐘 這個很重要 因為男生也都很壞 他會說為什麼你 昨天晚上化妝都很漂亮 怎麼早上醒來 怎麼看起來氣色不好 黑眼圈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 讓他感覺是素顏很淨 對 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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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如你剛剛那個開場說你是素顏 你該不會就是塗我這個吧 我現在才正要來塗 然後他要來實際示範給我 實際示範 它有沒有防曬係數在裡面 有有 它有防曬係數SPF30 所以像平常出門 有沒有有些媽媽去接送小孩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出門 而且快速出門了 我們看你們這一半 現在左右兩邊擦滿 然後像我比如說我還會 像黑眼圈有些人比較重有沒有 我就會輕輕地拍 輕拍 然後遮瑕一下 因為它一擦上去可以縮小毛孔 薇如你現在真的是這邊右邊的臉真的 哇 亮白金透 然後左邊比較暗層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也滿有用的 它其實裡面的成分也是非常非常地高級 像它裡面有一個叫 跟大家教一下小知識 因為老虎草像比如說在野生動物世界裡面 老虎他們不是有時候會爭奪吵架什麼嗎 會抓傷對方 然後他身體不是會受傷 可是他們又不能去看醫生也不能擦藥 所以他們就自己去找一種藥草 就是老虎草 然後呢 他們就自己會在上面打滾 所以這個老虎草它就是有修復的效果 所以像我們肌膚 像我個人也是那種敏感肌的肌膚有沒有 就可以使用這個 因為它裡面就有老虎草可以修復的功能 那它裡面呢 還有就是那個熊果素 熊果素它就有美白的功能 有啦 我們這種黑皮膚的顏色都亮了 看一下 這邊是我用過的 這邊已經變很亮了 它不會死白 我覺得很注重不會死白的這種素顏色 而且我喜歡它這種包裝設計比較衛生 是一直擠出來比較不會 對 你不用挖 每次都有細菌感染 而且有些粉撲還要一直去洗 不然它裡面會有很多細菌 對 而且有時候你悶在裡面 會這樣悶著有沒有悶出細菌 然後你在插的時候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會長痘痘 對 會長痘痘粉 然後裡面是不是有保養 這個好處就是不用洗粉撲了 對 不用洗粉撲 直接用手就可以開 而且輕輕鬆鬆就可以搞定 然後重點是它裡面還有 保濕的玻尿酸在裡面 所以它也是非常非常的保濕 那像我平常呢就是擦這一罐呢 它就可以代替隔離霜啊 試滴乳 還有防曬的效果 因為它有SPF30 等於一瓶就搞定所有 對 然後重點是你看一擦上去的效果 整個就是一個這樣 我覺得你半張臉 你真的你面向我們的鏡頭 你看真的一邊有一邊沒有 我剛剛聞了一下它的味道 我覺得它沒有另外再加香精的感覺 它成分還滿天然的感覺 就是因為有一些化妝品會很香 然後會有一種就是很毒的感覺 主要就是黑皮膚的人用了 還會就是更亮 更明亮 但是它不會有很大的射長 OK OK 你說這個是什麼 韓國最新的什麼東西 這個叫什麼 來自韓國的為底妝氣墊霜 為底妝氣墊霜 聽起來真的很厲害 為底妝氣墊霜 這可以拿來做繞口令 為底妝氣墊霜 為底妝氣墊霜 Yo check in check out 大家在嘴裡 這個是老舌哥 對啊 所以它真的是30秒鐘 立刻就是可以打造一個完美肌膚 然後讓膚質立刻提升 所以你要出門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隨時 隨時就可以達到一個 又方便 皮膚白皙無瑕的美人 對 因為剛剛這個褲子 有在我們的這個榜上 對啊 白皙無瑕之人愛 對 人愛 所以冰淇華本來選的是強強 它現在改變想法了 對 是嗎 我這樣夠白吧 可以 因為我剛剛是比較蠟黃對不對 剛剛很蠟黃 所以現在整個立刻體量 因為我明亮很多 所以你剛剛的膚質已經很好了 可以 我們謝謝 我們來問一下小月 最後來問一下小月 你這個女神有什麼必要的 必備的一些單品 或是法寶 我覺得我比較不是偏向法寶 因為 我以前是 我一直都是很容易曬黑的人 就是我大概是那種 不會脫皮 然後不會曬傷的那種人 然後一曬就直接黑 所以我現在這個膚色已經算是 有一點MAX狀態 妳還不是把它更黑嗎 我前一個禮拜是最黑的 然後我這個禮拜就是一直在 保養 所以妳現在目前這狀況是幾分熟 不是幾分黑 不是 我現在目前狀況可能是八分熟 八分熟 對 還沒有到滿級 因為還不敢那樣子曬 好重點是 因為 就像是我說的 大家可能現在都會說 健康很好 健康膚色很好 小麥色很好 但是數據顯示 男生在白一點的那種照片啊 什麼點閱率就是高 是不是 真的就是高 對 而且當我白白的時候 出去人家就會說 喔你是女生 然後黑的時候出去就說 喔你好健康 就嗨欸 對 你好健康 所以其實之前我為了就是我的 就是工作 工作也好 就是也是為了就是這個 算敬業吧 總之我是強迫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大自然的人 結果我強迫自己兩年不出門 喔就在室內 就完全在室內啦 對… 因為我出去我如果去海邊 我一定會想要跳下去啊 喔 像我是一個很喜歡運動 很喜歡就是 嗨的人 健康的 因為老實講妳的黑跟強強的黑不太一樣 因為強強這個還算小麥 黑對不對 對 妳那個比較是 對啊 我是太陽本人曬的 對啊我是 我是直接去曬的 OK 那妳既然那麼愛運動 所以妳平常就是穿這樣去運動嗎 運動服 因為妳是喜歡運動嗎 沒有沒有其實我是 對我會 我之前什麼的也是 不是不會穿整件 我會穿比比你那種 然後我自己運動的話 我穿在裡面可以脫嗎 可以啊 妳要脫衣服嗎 這種事不要換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妳的一個戰袍是嗎 戰袍 喔 MG 哇 這種是就是機能型的運動內衣 走個秀來 讓攝影師開心一下 哇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浮得很好 會打拳擊 小月的運動 對 他看起來很好 秀來 Action 是妳的戰袍 欸妳們 哇 走過來是什麼意思 哇 再走一次來 沒有拍到 沒有拍到 對 哇 破頭胸有 煞光的時候有底片了 哇 真的煞光的時候有底片 所以 運動內衣看起來很不錯 很健康 很健康 很棒很棒 所以我後來我覺得 雖然白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可是健康很重要 很重要 可是我兩年待在家裡面 我就越來越憔悴 越來越憂鬱 然後到最後還有一點就是 人生合一 不用 妳要記得這邊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做自己 不要做做 妳自己喜歡自然 妳喜歡穿運動衣 妳要秀出妳愛妳自己的身型 愛妳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後來我現在就是 有點太黑了 可以啦 很漂亮 沒關係啦 就記得選配那個 有依然的香水這樣子 我覺得我比較需要這個 這個 對 我很需要這個 完全沒有色差 對 趕快拿去 我剛剛還想說 怎麼可能 就是一定會有色差 結果這樣 完全沒色差 沒有 真的厲害 而且她 超棒 很棒 謝謝小玥的分享 所以還是一句話 天底下沒有醜女人 只有藍女人 最重要是要做自己 是的 然後一直要不斷地提升自己 除了外在 也要提升自己的內在 對 所以只要有心呢 人人都可以成為 最佳女神 好 祝福大家 大家人人都是最受歡迎 最有魅力的女神 謝謝 拜拜 拜拜